音樂生家長致詞 我們恭請天鵝班伯彥的媽媽 蔡新雅女士為我們致詞 非常高興能夠在這裡 代表天鵝班的家長來致詞 那因為非常的短暫的時間 要能夠說出多多的好 實在是不容易的事情 多多的好在兩分鐘三分鐘 都是非常困難 所以說容我帶一瓶小草草來 因為我想過了非常久之後 還是沒有辦法整理出非常好的一個思緒 在多多的日子裡面 首先是非常的驚奇 然後再來是非常的有認知 還有探索的進步 我發現每一個都是這樣子的 那驚奇的部分就是多多這樣的環境 還有這樣的教學 那得到的會是那個探索跟認知裡面 我們覺得不可思議的地方 那首先大家都知道 多多的環境是特別的不同 然後多多的老師們是非常不簡單的 非常用心的 那孩子們呢 在這邊得到的這種照顧 我覺得是不可思議的難得 這三年從小班到大班 我感覺到的全都是如此 那關於這個探索認知這方面 因為我自己有一點點小小的研究 所以我就把我所感受到的呢 就先做了一點分享 我認為啊 在多多這三年裡面最特別的就是 他們可以不慣的去戶外教學 而且每一次戶外教學都是很突然的 然後很有趣味的 比如說呢 在小班的時候 我們的知藝老師呢 跟小朋友們做了一個主題分享 這個主題分享是關於蔬菜 關於我們的農作物 那沒想到呢 小朋友回來就告訴我 他去了哪 職關農會 去看那個職關農會的蔬菜 是怎麼樣欣喜的 怎麼包裝的 我覺得這個在別的學校是不可做到的 然後在這個中班到大班 這一段時間裡面 他們又不斷的去產生這一些東西 那大班的時候呢 這個 在我們聽說班老師 黃老師的代理之下 他們也去了公園 去丈量公園有多大 去看看這個公園呢 用戶行壓多久的時間 然後去感受 每一個這個 剛山的各個公園 每一座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這都是別的各支園 我想不可能做到的 那我感覺到這一點呢 讓我們父母得到的是 很愉快的生活 每一次孩子回到家 第一件事情就是不斷告訴我們 再多多 他跟他的同學做了什麼 他告訴我們的 除了同學 再多多之外 還告訴我們同學家 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呢 他可以刀刀刀的 這個 好像就好像是 把我們也融入了 多多這個家庭 多多這個家庭呢 已經是個非常大的家庭了 怎麼說呢 從劉爸爸到 年長媽咪到 施駕魚到 所有的老師 看到小朋友 都可以馬上的 叫出他的名字 這個我覺得 那種速度之快 真的難以想像 那另外一點就是 小朋友回家之後的分享 因為這個東西是無價的 這個東西呢 也是老師教他的 那在回家之後的分享 得到的快樂 真的是沒有辦法 用言語來表達 多少的家庭 都有感受到這一點 我相信其他同學 其他家人 一定也是如此 那另外一點呢 就是安全感 我相信很多小班的父母呢 很擔心 來到這樣的環境 是不是會失去那種安全感 我剛剛看到一個畫面 我就可以解釋這件事情 剛剛有個小朋友啊 走在前面 戴著眼鏡的小朋友 走在前面 看到劉爸爸呢 劉爸爸就牽了他 他說他 你要坐在哪裡 他的答案很妙 我要坐在劉爸爸的旁邊 這個畫呢 非常簡單 就是他得到安全感 而且從人的身上 不一定是一種環境而已 我們這裡是海科大 他在這個地方呢 他不熟悉 但是他有一個劉爸爸在這裡 或許他父母還沒有來到這裡 或者是去上個洗手間 但是他可以在 劉爸爸的身上 得到這種安全感 這個東西是無價的 那我覺得多多給我的孩子 還有其他的孩子 都是這樣的東西 我覺得特別的珍貴 那如果整個教學環境裡面呢 我最佩服的就是 真正的探索 不管是自然界的 我發現多多非常喜歡 讓孩子去看 他們多多裡面的樹 有多少的鳥 在上面植了草 生了多少的鳥寶寶 然後呢 那個沙子裡面 或者是那個樹下 又有多少的小的生物在其中 這個是應該是一種環境教育 再加上那種對於這個生命的教育 這個都是無價的東西 我們在平常生活中 很難教他這樣的東西 但是多多創造這個環境 而且加強了他 讓這種教育呢 非常的有價值 那如果以多多的教學當中呢 還有一點我很佩服 那就是老師跟學生之間啊 我發現距離非常的小 好 老師一般來講啊 他比較容易高高在上 老師比較容易產生一種威權的 這種教學 但是在多多的環境當中 完全沒有看到這一點 不管是老師的年紀 是接近於孩子的 或者是比孩子大一些 甚至大很多的 我發現他們很容易去擁抱孩子 去牽孩子的手 肢體的語言表達的非常簡單 但是很清楚的 就讓孩子們知道 他們是被愛的 那我常常在想 從這裡出去的孩子 得到的最大的就是安全感 第二大的就是 團體合作的氣氛 在這個環境裡面 每一個孩子在玩遊戲的時候 都不是獨立的 如果您偶爾去接孩子 像我這樣 因為我們家的孩子 是坐娃娃車上下學的 可是我不小心看到的 他都是跟同學一起玩 他跟同學一起玩 他們就必須要一起去 承受彼此不同的意見 然後在這個當中 還是好像很容易 就接受了爺爺的意見 也把自己的意見 也表達出來 兩個的魔鬼 能讓他未來面對其他的 團體生活 即使是不熟悉的 也會非常的容易 在這裡的得到的東西 絕對比我說的還要多很多 所以我只能夠用最後一句話 向大家來分享 在今年我們參加了一個 原本的活動 原本文教基金會 這是一個教育界裡面 蠻知名的一個基金會 他告訴我們一句話 我第一個答案 就是說都有這個東西 那句話是 一位教育學家說的 他說呢 父母最困難的地方 不是怎麼樣子保護孩子 然後關愛孩子 就是這個 最困難的地方 是怎麼樣子把孩子 推出去 我覺得 父母困難的地方 是把孩子推出去 剛好多多就幫我們 填補了這個 這個部分 因為多多教我們的孩子 怎麼去面對這個社會 多多多帶給我們 就是這些 在這裡非常感謝 黃素翔老師 和林志毅老師 還有多多 這麼多優秀的 團隊的老師們 給我們孩子們 非常多的照顧 跟欣賞 讓孩子喜愛自己 愛這個地方 愛自己 愛同學 我相信他在這邊得到的 就是怎麼樣子 把自己 推入這個社會 這個環體 這個環境當中 這是一個難得又寶貴的三年 謝謝大家 我們謝謝朋友們